現在應該要在練習 主動了其實 很久被打了 是有很想打的 但是我的 其實我的熱心就太正強了 所以我 其實那時候我很想要去找我們挑練 因為我知道我看不到 我覺得我對我們教練 有時候覺得有點虧錢 因為是他那麼努力在教導的一位選手 那我竟然這樣 如果讓我找教練 如果讓我找教練 很想跟他說 我很想聽他 我很盡心 我可以當我們教練 的一個選手 有他來陪出來的選手 如果沒有他 我的身體 也沒辦法恢復到這麼好 我這樣稱呼 我想我應該也差不多完了 所以我只是想要跟我教練說謝謝 王教練他是一個非常嚴苛 也很用心的一位 很稱職的教練 我多數的時間都在練球 在家裡待的時間反而比較少 他等於算是我第二個 像爸爸媽媽的感覺一樣 我數學一直沒辦法 我們教練 後來慢慢教我 後來我上了大學 所以又是王教練要帶我去找學校 訓練過程非常艱困 因為我可能 我比較笨 大家去休息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 休息那麼多的選手 每日每夜的這樣練 很痛苦 他的過程非常痛苦 但我知道我的目標 我就只有一個而已 我就當一個好的運動選手 我才可以去當一個好的體育老師 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這裡上 但 這不是我的決定啊 就一場車過 讓我整個都會完全改變啊 當然體育老師的夢想也沒啊 19歲以前 就像是一個夢 想拋也拋不掉 我心裡面 在球場上的過程 我一直在停留在這個19歲的 這個運動呢 親近的朋友啊 教練啊 多麼想要去 回到那個夢 所以那些回憶對我來說很重要 然後 不太敢去回憶 然後 不太敢去回憶 FBR上面都有球 球人在比賽 其實我都會去想 一次過程 等我看得到那一天 我不曉得那一天 可以再回到球場上 對我來說是 真的 非常開心 這些錢算什麼 全世界最想要看得到就是我 然後 復健科也去 然後外面的 人家說很厲害的神醫也去 刀療 然後那個 針刀 那個痛鑰匙 也去啊 這整件事情 我從來就沒有想要炸牌 我也更不希望我的眼睛是這樣子 不過我希望我哪一天我能看得到 可以再回到正常的時候 都已經快忘記我自己的情形了 我摸得到 但是我 我無法想像我現在的點長怎麼樣 爸媽也開始老了 我有聽到他們聲音也不一樣 去光回來我可以看得到 光快倒下去 也常出現就是 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 每一次要這樣過程 當車窩以後就 每天想著 我可以怎麼死 做啦 做到最後那一刻我不敢做了 就想到 每次想到就想到我家了 就想到 身邊還有家人在支持 然後呢 我又 其實我對自己的責任其實 放了很大 我知道 我車位以後 我受了怎麼樣的過程 他們其實也 跟我不差啦 差不了多少 他們沒有說 但我知道我有這些責任 所以我 我不會選擇放棄他們 既然是能夠拿到醫院裡面去 拿來當做一個臨床診斷的一個依據的 它其實還包含了一個說謊的測試在裡面 那你假使是說做了一次視野 再做第二次視野 再做第三次視野 得到結果幾乎都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你如何能夠說它是造假 對他所得到的PATR 及PATRVP的結果 結果的判定 它就是不正常 而且是非常不正常 所以呢 法官最後是依據什麼來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第一個 他可以寫工整的字 第二個呢 是因為他 有些情況之下 運動很順暢 對一個視障者 他的行為的判斷 跟我們一般正常人認為應該是如何 事實上有蠻大的落差 那你假使不相信科學 那我就沒辦法了 我只能從科學角度來告訴你 失明的人 不等於是失能 你在做一件 別的視障者沒有做的事情時 你會發現你在你的身旁 充滿了無數的質疑跟懷疑 其實到今天都還是一直在對抗 然後 總是在那個很多次的對抗當中 才可以證明說 原來實際視障者可以做這個 可以做那個 我來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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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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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天你有... 你有...你有... 你有...你有去過兵嗎 對 妳... 我... 我... 對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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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我...我... 會...會做下去 下去的時候 會...你...我... 會...會... 會... 會... 好喔 阿九你那天...你那天是嗎 好,你練習嗎? 好啊,不然到時候比較說 好,教練,拜拜 緊張要死